对于孤独症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的发病率 大家知道最新公布的发病率是五十九分之一 大家想想五十九分之一的发病率是有多高 那么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身边 就会遇到邻居的孩子 同事的孩子 或者自己的亲戚就有自闭症 大家想想 其实我们在对自闭症知识的了解之后 其实可以真正的做到关注他们 包容他们 爱护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在公共场所 看见一个小孩捂着头大叫 或者是哭闹 或者是逃避眼神的交流 就发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 恶意的逃避或回避他 那其实你这样的行为 是会影响到自闭症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关爱一定是要从细微入手 那包括在公共场所的接纳 包括在学校的接纳 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接纳 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其实自闭症的孩子 内心深处是想发声的 想说话的 想和我们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社会交往能力的障碍 因为他的语言功能的受限 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融合 融入我们的社会 所以他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的关爱 一定要做到实际 所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动作 我们都可以让他们得到肯定 鼓励 让他们成长 所以 我们都可以让他们得到肯定